美國總統奧巴馬對美國東南部遭受龍捲風襲擊的民眾表示 他們正在清理家園和重建的過程中並不孤單 奧巴馬巡視了阿肯釋州首府小石城以北維諾尼亞鎮遭受龍捲風襲擊的地區 奧巴馬站在房屋廢墟以及汽車殘骸前說 全體美國人民對維諾尼亞遭受的災難感同身受 他還說美國政府將會幫助清理和重建 奧巴馬重乘坐蒸機是視察了另一個遭到龍捲風襲擊的地區